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台湾高雄为世界和平及台湾民众祈福大会 及悬议宗述大型现场解答会 世界和平大使卢军红台长将和平之光普照世界 将佛法至上圆融的智慧融入现代生活 为众生指点迷津 破迷开悟 改变命运 卢军红台长近二十年来无私奉献 慈悲度众数百万人 感化众生 学佛修心 离苦得乐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被誉为活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2012年英国伦敦举办的世界宗教联合大会上 更赐于卢军红台长世界和平奖和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军红台长亦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弘扬佛法 并于2012年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 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至今 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已令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 三百多个城市 六百多万人学佛修心 改变命运 卢军红台长 亲赴亚洲 欧洲 北美 大洋洲等 二十多个国家和城市 举办近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球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台湾拥有悠久的佛教传统 民众速来佛缘身后 这次卢军红台长赴欧洲弘法之际 应台湾民众的邀请 特别先来拜访美丽的高雄 首次在台湾举行殊胜的万人祈福大会 为台湾民众与世界和平祈福 祈愿天下太平 众生安康 愿世界有缘众生与台湾民众 共同沐浴着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愿慈悲仁爱 骗洒台湾这片净土 生根开花 普度众生 今天我们有缘相聚在高雄 不仅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成全 更要感谢我们广大佛友的发心付出 也特别感恩今天前来祝园的住持大法师们 感恩远道而来的世界佛友 及台湾各地的佛友们 再一次感恩大家 接下来尊敬的卢君洪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让我们用掌声恭请卢君洪台长 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和锦旗 我们用最热的掌声恭请卢君洪台长 我们用最热的掌声恭绝 我们用最热的掌声恭绝 南无法治 deeply inevitable 南无法治 deeplyестно 南無法治 deeply encuentra 南无法治 deeply essayer 阿弥陀佛陀 大慕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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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有我们的慈悲心化作莲花 给世界带来祥和 给台湾民众带来幸福 让本来昨天强大的台风化作甘露 祝福大家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各位高僧大德 各位嘉宾和我们的媒体朋友们 和来自13个国家的地区的佛友前来祝愿 带来人间的祥和 让我们有佛缘千里来相会 谢谢 台湾民众善良勤劳信仰和普及宗教 有多神之导的支撑 据悉台湾有寺庙教堂 约有两万一千八百六十个 如果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话 信佛 这就说明人本身具有的善根和佛性的体现 所以我们要有佛在心 让佛常住在心 常生慈悲之心 就会去除人间的烦恼 想得通 人就会有智慧 放得下 我们就是活在人间天堂 如果一个人不了解生命的真实含义 生命和生活对他来讲 那是一种惩罚 天天叫苦 人生苦短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圆满的地方 所以我们天天想在人间寻找出圆满的境界 那很难很难 所以天天烦恼 越烦越恼 生命就是在烦恼 后悔 嫉妒 怨恨当中 慢慢的失去 所以众生很可怜 我们每天在造着不同的业 拼命的去追求那些虚幻的 没有实质性 看不到将来的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失去 明天拥有了 我们也不懂得为什么会拥有 实际上 当你不懂得 怎么会拥有和失去的时候 你接着还会失去 当你懂得拥有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的拥有它 在澳大利亚 有一个老人家 平时一直很开朗 喜欢说笑话 但是因为在后花园要把一个地方拦一块做另外一个小的车库房 所以当时就花了五万块钱搭一个房子 但是跟建筑商没有沟通好 建筑商问他要加很多钱 他就想不通 就坚决不给 然后建筑商就给他拖时间 让他非常的烦恼 最后打官司 这个官司打了两年之后 那么每天生气 他的心脏病就开始复发了 就开始有了 然后等到官司打赢了 那么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就过世了 这是一个真的事情 所以为了五万块钱就一条命 所以人经常说一句话 我气不过 实际上人不能生气 因为当你一气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不想过了 所以叫气不过 台长告诉你们 全世界大约 每秒钟有两个人死亡 一小时有六千三百个人死亡 一天就是十五万两千六百四十人死亡 所以长期的生气 发脾气 生闷气 得心脏病 忧郁症 还有一些老年痴呆症 肝癌 肠癌 每天死亡人数是八万四千人 大家想一想 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我们每天为着一些不能得到的东西 去得到 而且人生有一个非常磨难的时期 那就是人最大的障碍 是活在回忆当中 当一个人回忆的时候 实际上他科学家发现 一个人回忆 记忆当中美好的回忆 只占他全部记忆的百分之二十 而曾经的伤痛 在大脑中 他残存的那些不好的意念 占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所以人为什么会越想越气 为什么会越回忆越难过 这就是生病的根源 所以希望大家要往前看 过去的不要再去想了 要想到今后 要想到将来 我们要想到再世 我们要想到初世 所以心脏病 忧郁症 恐惧症 痴呆症 自闭症 全部都和自己的心情 和气场有关系 很多人说 气是最会伤身体的 当一个人的气没了 所以我们说 气有数字的 当一个人气数已尽 他很快就会死亡 所以让自己有限的 这些生命 一定要珍惜 一定要懂得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能生气 我们要想到 我们活到这个世界上 要为众生活着 要为救度别人活着 要多为别人着想 那这个人的境界才会提升 那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学佛人 在台湾 有一个夫妻 小夫妻 跟他们老公 回婆家 那么上车之后 发现 有位女士 已经坐在他们两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的位置上 坐在位置上之后 她的太太就跟她说 想叫她站起来 说让我来坐 这是位置是我的 结果她先生呢 在边上就暗示她 你不要去 不要去弄她 结果这位太太呢 仔细一看呢 看到了 看到什么呢 看到了 这个坐在他们位置上的女的 脚有残缺 这个时候呢 她呢 就知道老公 为什么不让她 让出位置的原因 老公呢 她一直从嘉义站坐到台北 从头到尾 她没有向这位女士表示过 这个位置是她的 一直站在边上 下车之后 她的太太非常心痛 她的老公就说 你让位是善行 从嘉义到台北 中途这么多时间 你可以跟她说换坐一下的 老公跟她说 我们不方便 就三个小时左右 而她不方便 那是一辈子 所以人要为别人活着 多为别人着想 有时候我们心念一转 我们以苦为乐 人生当中 每一件事情 只要你的意念转变 你都可能超脱 这就是要换位思考 我们说要想化解烦恼 就要看我们怎么去想 我们不会在五分钟当中 获得成功 但是我们有时候 只要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生命开始与此不同 所以人不一定因为你拥有很多的物质和钱财而富有 但是如果你因为付出的善念和善行 而使你心中充满着富有 这就是学佛人的理念 佛教中经常说要放下 放下不是说什么都不要 而是问你要什么 要多少 就犹如我们的身体一样 我们的身体再大 而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心脏 多余的脂肪会压迫人的心脏 多余的财富会拖累我们的心灵 多余的追求和幻想会增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负担 所以学会放下 放弃 沉重的欲望和过度的需求 舍其执着 还自己一片纯净的天空 这就是学佛人的心态 所以希望大家拿得起放得下 人生如梦幻泡影般 希望大家能够懂得我们要舍去的 那将是我们累赘的业障 我们要拥有的 那是我们纯洁的心灵和我们无限的佛性 在美国有一个医生曾经对别人说过 在医院里换一副眼角膜 眼角膜是两万五千美金 换一个心脏 那是九十九万七千七百 换一个肝脏是五十五万七千一百 换一个肾脏是二十六万两千九百 如果你今天没有病没有痛 你的肝脏无损 你已经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了 所以我们拥有人间的明和力 不要拼命 别和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灵魂过不去 我们要懂得珍惜我们的身体 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台长每一天在广播里都在回答很多人 打进电话要看图腾 我就是在经常在广播里就给他们看 那么有一天台长看到一个女听众的脾气很倔 像男人一样的很爽快 因为台长看到图腾上的 她的这个珠是横冲直撞的形象 所以做错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台长还提醒她说 你的婚姻要当心很不好 她马上就说台长我已经离婚分手了 然后我还说她的肠胃啊腰啊 还会她的鼻炎啊性格啊 所以呢 然后我还告诉她 你会有一个结 因为你想不通 你过去有一个结 你想不通了 你会差一点会 这个结很难过 结果她说 她在三月份的时候差一点死了 那么我把今天的这个录音啊 好心啊得不到好报的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因为你都是很多都是还债的 所以你对人家好 人家不会对你好的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 太准了 你自己婚姻要注意啊 因为我看这个图腾的婚姻线也不是太好 已经分手了 看见了吗 对台长太准了 太牛了 我跟你讲啊 你自己要注意两点啊 一个是肠胃要注意啊 对对 还有腰 特别特别不好 腰也不好 嗯 嗯嗯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还有啊 你这个自己要注意 因为你的腰部啊 这个地方经常酸痛 影响到你大腿 对对对对 你的大腿 对对对对 稍微走走路 你两个大腿这里就很酸痛啊 是的是的 第二个就是脖子这里稍微要控制好 不要时间太长 否则脖子这里颈椎很不好 明白吗 是的 是哥 太长你好准啊 呵呵呵 还有啊 鼻子啊 鼻子要当心啊 鼻子啊 嗯 我有鼻炎的啊 太长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你怎么什么都准啊 好牛啊 呵呵呵呵 我跟你说这个图腾看出来清清楚楚的 所以我叫你要 都准都准 都准你要好好念经啊 傻姑娘啊 嗯 他想我每天那个都好多念经啊 你这个人想的开你什么都甩的掉 嗯 你想不开的时候你就晚上就失眠了你明白吗 哎好准啊好准啊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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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放下的时候我就全部放下的时候 他的时候就专在里面 啊 专在里面出不来啊 而且你过去有一个节 也就是说自己想不通 差一点过不来 他想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你跟我说过的 我差点死掉 差点死掉 就一直告诉自己 趁年自己年轻 身体好 一定好好先还 不要等一切来不及的时候再去念 对 那就来不及了 谢谢 好台长每天在广播里给大家看图腾 所以呢 待会我也会给大家看图腾 现在呢台长先跟大家讲 我们一个人的贪心啊 会使他什么都想要 所以有些人自己不用的 你叫他拿出来 他都不舍得 所以不愿意帮助别人 你就是家里藏的再多 你一辈子也用不完 跟我们人的感情一样 我们要多多的帮助别人 所以有些人甚至小气的 家里藏了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药 人家生病了 他连药都不愿意给人家 他要留着自己下次 在生病的时候再吃 所以贪心脏佛呀 一个人的贪心 会让你佛心会离开的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父亲 端详着自己儿子 手中一张河流的这个分布图 他就问他儿子 你发现什么原因没有啊 他说河流上有什么特点呢 儿子就说 爸爸河流弯弯的曲线 它能够让世人界显出常态 走直路有时候是一种非常态 因为河流一弯 它能储存更多的水 父亲说你说的这些都对 但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因为走弯路是一个自然现象 如果走直路 这非常态 并不是一个常态 所以因为河流在前进当中 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 而有些障碍是没有办法预越的 只能绕道而行 正因为看似弯路 实际上他能避开一道一道的障碍 最后进入大海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 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这是一种常态 不悲观 不要失望 把绕道看成是前行的另外一种形式和途径 这样你的人生就会绕过各种弯路 走向你人生的大海 所以希望大家碰到困难 要想到 我们心中有佛 观思音菩萨会慈悲地救度我们 这就是人生应该拥有的正确姿态 实际上 修心就是要修正自己的心态 修行就是要修正自己的行为 和自己错误的各种行为 要把自己的欲望降低到最低点 把自己的理性要升华到最高点 什么叫圣人 凡是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为别人想的 那就叫圣人 凡是能够慈悲为别人着想的 那也是圣人 所以因为人生苦短 没必要将你短暂的怨恨和不平 留在你的心中 并时常地在伤害着你自己 这样就会造成你的身心受到巨大的畅伤 所以人生的意义 不过就是发现自我 成为自我 最终回归于自我 回到最好的自我 在佛家就称为真我 那就是圆满 台长跟大家讲 人生心态要好 因为气质和血液 有关系到你人一生的生命的流量 所以一生气的时候 你的血液会流速减慢 会得肿瘤 生气最容易得肿瘤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就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做人 谁不在背后说人短长 谁没有在背后不讲别人 被人家讲 所以谁让你生气 你不要气 生气因为超过五分钟之后 你的血液速就会变成紫色了 所以学博人要学会 避免生气的方法 台长告诉大家 当你想生气的时候 就犹如你的房子着火了 房子着火 第一要离开火场 第二再想办法来灭火 而很多人不急吵架的时候 就是要继续吵 不愿意先回避一刻让开 所以要懂得 我们要躲避 因为知道因果来了 不管是谁 只要知道因果来了 马上就要先躲避因果 然后要转移 就是别人骂你 你要可以去买东西啊 做些其他的事情啊 如果你要学会释放别人骂你 你去骂还他 你觉得当时是释放了你的感情了 但是你会更严重的伤害到自己的感情 因为当你骂出去的很多话 很快的又会反弹回来伤到你自己 所以我们真正的释放是找朋友去谈一谈 去理解学佛的因果 学会升华自己的理智和感情 学会升华自己的理智和感情 所以骂你 当你忍耐不住的时候 你先要把这件事情停下来 难处之人 亦厚 这个人悲伤 很难相处的人 你要对他更宽厚 难处之事 亦缓 碰到这种事情根本不能处理的 你要缓 暂缓去处理 难成之功 抑制 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做到的话 我希望你们用智慧来解决 暂且先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台长 每一天在广播里 就是救度众生 就是让他们知道因果 因为看图腾不是目的 是为你了解因果 让你最后学佛念经 改变因果 我有一天 看到一个同修 他打进电话来 他说他的父亲附在他的身上 控制他的意念 阻碍他的修行 因为前世 他的父亲就很爱他 今生做妇女又没有机会 天天在他身上要在 要把他带走 这位同 这位王仁在他身上说了 因为你修了心灵法门 我现在没有办法把你带走 但是王仁还是告诉他 我一定要想把你带走 你们先听这一段录音 之后 昨天 既然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位当时的同修他来了 来了之后 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小开示的时候 还有下文 很多人都看见了 我先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你好 师父是这样的 请您开示一下 有一位同修 他是今年上一本开始修的 据他说 二十几年前去世的父亲 一直在他身上 他能看到他父亲以前的样子 而且王仁经常跟同修讲话 待在同修的子宫里 用他还做各种下流的动作 说不好听的话 同修答应给他念150张的小房子 但是他父亲不肯走 说喜欢同修 要带他走 这个王仁知道同修每天上香 拜菩萨 但是不买照 他会在佛台前耍赖 促取同修念大悲咒 这个王仁说前世就喜欢同修 因为这一世是父女关系 没有机会 同修目前浑身都是病 他很怕自己的意识被控制 而且我们这边有一位同修 去帮助他和他打电话 结果发现这个同修过世的父亲 就直接通过那个同修 就跟那个打电话 同修直接就讲话了 他就说本来就准备带同修走了 但是同修修了心灵法门 他就再不走他了 所以这个灵性就发急了 现在整天就弄他 这个王仁他也知道 台长可以跟观世音菩萨沟通 这个王仁还说要同修去死 一家子都去死 谁帮他他就恨谁 现在看见了吗 你这个案例就是告诉大家 更多的人让他们知道 心灵法门 修的人就鬼就带不走 对 我告诉你 不是开玩笑的 谢谢 昨天呢 给他们有个小开示的时候呢 居然呢 那个 那个人来了 那个人 他的父亲啊 直接又布在他身上 跟台长讲话了 他后来说 台长如果答应让我走 我就走 结果昨天晚上 结果台长跟他说 给他1500张小房子 你走不走啊 他说 走走走走走 结果 昨天真的就走了 这位同修 现在还在这里呢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相信 我们有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我们有佛心 我们有自己的佛的根基 所以我们会越修越好 有一个夫人 她常发脾气 她无法控制自己 时间长的话呢 她就很痛苦啊 她就忍受不了 她呢 去求一个高僧 她到了庙里之后呢 就跟高僧说 我脾气控制不住自己 我很难过 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位高僧说 嗯 希望用禅血 可以帮助你解除痛苦 然后 高僧听 跟他说 来来来 你跟我到一个禅房来 一到禅房之后 高僧就把门一锁 不理他 走了 那个夫人在里边 高僧大骂 哎哎哎你怎么把我锁在里边呢 然后呢 高僧不理他 过一会儿呢就哀求他 高僧也不理他 夫人只好沉默了 过了一段时间 高僧来问 施主 你现在还生气吗 那个夫人说 我恨死自己了 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受这份罪 高僧笑一笑 你连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 怎能心如止水呢 哈哈哈哈 笑笑又走了 那个夫人在里边 又待了一段时间 高僧又来 施主 你现在还生气吗 不生气了 那为什么呢 气也没有办法 没有用 那个高僧 跟施主说 施主 你的气还没有消完 压在心里 等以后哪一天爆发之后 会更加的强烈 哈哈哈哈 又走了 这位夫人待在里边 又半天 这位高僧 第三次来问 没开口 这个夫人就说 大师啊 我已经不生气了 因为我明白了 不值得气啊 高僧说 施主啊 你现在还在衡量 值得和不值得 说明你心中 气还没有消完 他又走了 所以这位夫人说 我怎么办 然后 第四次来的时候 大师 什么是气啊 他问大师 什么是气啊 这个时候 高僧 缓缓地将一杯茶水 往地板上一洒 然后 夫人看后 失误许久 明白了道理 寇谢而去 大家知道 我们的气 就是像一杯茶水一样 就是像一段风一样 一会儿来 一会儿走 这些气 来的时候 就会伤害到你 走的时候 给你带来 很多的创伤 就如台风一样 这股风来的时候 会造成很多的 城市的危害 会伤害到很多的无辜 等到他走了 如果你不赶快的 让这一片破碎的城市 建筑和恢复起来 那你永远生活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城市 所以不要让自己的气在伤害的自己的慧命 因为气就是能够损害慧命很重的一个惩罚 所以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智能的变化 人的性格为什么会变化 人想得通就会想得通 所以很多的愿力 为什么能够产生对自己强有力的一种信念 为什么佛法说信愿行 因为当你有信心的时候 它会转换成一种能量 而一种能量能够转换成一种物质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念经 为什么有些人睡到八点钟 而有些人四点钟五点钟就起来念经了呢 这就是一种能量 这就是一种加持的能量 因为你有信心了 所以你才会有愿力 因为你有愿力了 你才会有行动 所以学博人首先就要拥有信愿行 我们现在的人的性格和性情 经常将自己的悲和欢 被别人掌控着 心随静转 别人开心 你也开心 别人不开心 你也不开心 有时候听了一句不舒服的话 就耿耿于怀在心 为了一件小事发怒痛苦 佛法讲 增加一分定力 就会减去一分痛苦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去比较的生活 那会远离人世间的煎熬 所以不和人攀比的生活 那才是自然的生活 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呀 很多人在这里是学过佛的 我们还有很多高僧大德 但是这里还有很多人是没有学过佛的 所以呢 台长呢 告诉大家 病有心生啊 现代的社会 很多人生的病 表面上是肉体病 所以实际上是心病 因为佛陀早就告诉我们 病有心生啊 在几千年之前就告诉我们 而我们不知道 大家要明白 病一定是由你心里的心态不好 和很多的业障所造成的 我们每天的烦恼和忧愁恐惧 让我们影响着身体正常的内分泌 所以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糟糕 学博念经 就是让众生能够看得明 能够放得下 不执着 不牵挂 这样才能心无挂碍 我们不能挂碍所有世界上的东西 心无挂碍才能无挂碍顾啊 所以心无恐怖就无恐不顾 我们天天害别人心中长生恐惧 很多人的忧郁感 很多人的恐惧症是怎么来的 因为他害过别人 他才害怕别人会伤害他 因为他骂过别人 他才会害怕别人骂他 因为他诽谤过别人 他才害怕别人会诽谤他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克服恐惧感 我们怎么样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呢 那要度一切苦恶呀 就是把一切苦全部要结束 不要去长留在心 你才能消除你的恐惧感 所以我们说人的色受想行事 都是伤害我们的 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听了不该听的东西 都会伤害到我们 孔夫子早就说过 非理无言非理无听啊 非理无动啊 就像现在佛法中讲的 我们觉受都是很重要 我们不能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 烦恼是生出来的 人也是生出来的 不去听烦恼 你就远离烦恼 不去贪心 你就没有称恨心 没有称恨心的人 就不会有愚痴心 所以我们色受想行事 要接受到环境的影响 那你就不能空 所以当你能够让自己的意识控制住 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全部都能控制住的时候 你的心会空 你的意会干净 所以学博人高境界就是在于这个时候 我们坐飞机 在飞机场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周围都是房子 只有你在飞机上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蓝天白云 一望无际的天空 那就是我们的心灵 希望大家的心灵 要像天空般的蔚然 要像云朵样的纯白 那我们的心灵 不会有挂碍 所以想一想 在座的所有的佛友们 所有的嘉宾和我们的高僧大德们 想一想 一百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在哪里 你们想一想 你们今天很伤心很难过的事情 一百年之后还在哪里 想一想 一切都是空的 我们一百年之后 只有一张照片可以挂在墙上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虚空 都是没有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心疼我们这些佛子 他经常说爱孩子 孩子们要回到母亲的怀抱 所以我们今天在修行 我们不是为了现在 我们是为了将来 我们做极得的事情 行善的事情 是为了避应我们的孩子 所以希望大家 好好地学佛修行 好好地念经 好好地改掉自己身上的业障 我们在人间的时间不多 我们只有用这些短暂的时间 来克服自己身上的业障 让我们在这辈子就能够还清债务 我们才能轻轻松松地回到我们四圣道 回到阿弥陀佛的怀抱 所以过去知名的人 现在为名为利的人很多 他们经常想到自己 实际上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过去了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还为自己这点名和利去贪呢 有一个中学生是学经济的 考地理历史的时候 有一门题目叫 当年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 大家都知道李自成 当年叱咤风云 非常有名 结果就问他了 请问当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是谁 一个中学生在上面填上了三个字 李嘉诚 想一想 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为什么还要执着这些东西呢 再告诉大家一个笑话 当年叱咤风云欧洲的 拿破仑设立了法兰西共和国 小学生问小学生说 考一考你的智力 请问拿破仑是干什么的 小朋友说 拿破仑是修车的 为什么是修车的 拿着一个破轮胎 不修车他干嘛 人就是活在一种欲望当中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想一想 百年之后我们是什么 人为了一点名 为了一点力 天天在争在斗 最后 什么都得不到 离开人间而走 所以要懂得淡薄名利 要名利 因为会使自己更加的烦恼 会使自己更加的痛苦 会带给你暂时的一些满足 但是接下来就会有很多的痛苦 有一个中学生 他曾经跟台长吐露心声 他说 我为了做大学的一个学生会主席 我什么都做 我拼命的去为谁都在做这些事情 后来面对的是带来满足后的痛苦 被所有的同学都在指骂 而且污蔑诽谤 这就是你得到的明和力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些明和力 来害自己呢 台长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希望有一些好运 我告诉你们 好运从哪里来的 好运 是从你的意念和你的观念当中来的 因为你有好的观念 才会给你影响你的行为和思维 所以行为就会有结果 要想有好运的人 要修正自己的观念 不该做的不要去做 不是我的不要去做 欲事情要冷静 要检查自己的行为 多想一想 别人 多为别人想 你的好运 很快就会来 所以学博人不能学偏差 台长告诉很多人 念准提神咒 很多事情都会很灵验的 有一些人听了台长说的话之后 就去买六盒彩 一边买六盒彩 一边嘴上还要念准提神咒 所以这个就会学偏差 因为你本身就是不属于你的事情 你在贪这些事情 台长告诉你们一件真的事情 五月份的时候 台长给一个人看图腾 我明确的告诉他 你一定要放弃这个房子 因为他问台长 台长 这个房子 我能不能把它征回来 我说这个房子 我看过图腾 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台长严厉的告诉他 如果你要去征 你执迷不悟 你接下来一定会有重病缠身 结果六月份 他再次打进电话 他说 结果他去征了这个房子了 而且去请过律师 突然检查出来 得了肺癌中晚期 然后在七月份的时候 由于台长跟他在电话里 一直在跟他讲 你千万不能贪 叫他放声许愿 叫他好好地念经 最后他做了手术 本来医生说 肋骨要折断了 要把它摘除了 结果肋骨也没有摘除 也不用化疗了 台长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 台长你好 你好 台长我认我访客一件事情 之前在五月二十四号 打通台长电话 问了一位同修 因为房子的事情 更贪念 台长劝说让他放下 这个房子不属于他的 那之后的话台长开示的 说如果你要这个房子 那就是恶病产生 在那个六月二十一日 我又问台长了 就是说这一位同修 被医生准断为肺癌中晚期 就是莫名的就这么诊断出来 台长也是慈悲开示 就是批评他说 一定要放下 命都不要了 还要房子干嘛 然后真的是台长 先说在前面的 之后就查出来的医生 肺癌中晚期 医生说马上就要动手术 而且他找的这个位置 非常的罕见 然后同修 就是通过真心忏悔 曲大叶 终身吃素 魂法 读人大量的放身 原本就是开刀 需要取出两根肋骨的 然后同修的妹妹 在手术室外 助念大悲咒 然后闻到正正弹香 结果手术异常成功 不但没有拆 摘除肋骨 医生看了报告之后 甚至说 可能之后都不用化疗了 就是很感恩台长 感恩观世菩萨 你看看 我跟你说 一好一坏 都是显示出 自己的真心实意 明白了吗 嗯 真的 太神奇了 因为第一次录音 打通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 不是很明白 这个事情 这个缘由嘛 但是台长就 开始说 他找律师了 那时候 害他了 然后我私底下 又问了这位同修的妹妹 他说 他是找过律师了 最近我都什么都不知道了 但是台长就在录音 已经就开始了 同修也是真心忏悔了 也是非常感恩台长的批评 与指振 也是得到了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慈悲 谢谢 所以有时候生活当中 有一些烦恼 不要太挂在自己的心上 因为生活当中的烦恼呢 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样 因为它是一浪接一浪的 因为菩萨跟我们说 活在人间 就是活在烦恼道 所以既然到了人间了 我们就要好好地消自己的业 我们永无止境的烦恼会造成你身体重大的创伤 学博人要懂得要用戒定会去冲破烦恼的波涛 不受人间的琐事的牵连 所以不管你昨天的成功还是失败 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它不能成为人生的最终 要想拥有未来 我们要用信愿型去进取自己的心灵世界 知音懂果 这是非常的重要 实际上我们人一直活在报应当中 台长用一个非常小的笑话告诉大家 现世报 有一个人告诉他的朋友说 今天我被我老婆打了 这个朋友就问他 为什么 因为我在偷看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叫教你怎么样如何打老婆 结果被他发现了 他在看这篇文章是教你如何打老婆 被老婆发现了 现世报马上就被老婆打了 所以夫妻的姻缘 有时候想明白就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以恩怨善业和恶业相加合合而成 所以如果你这对夫妻基本上是比较和睦的 那么你们前世重的是以恩情善业为主 所以叫欢愉喜乐 这个现在已经很少很难看到了 还有第二种是以冤结和恶业为前因而结合的夫妻 这样的夫妻呢是互相违逆 而且呢叫忧苦禅 就是纠缠 这种人就是前世的夫妻非常的麻烦 还有第三种是以非恩怨非怨业为前因的 也就是说上辈子跟他不是太恶 也不是太善 有过善缘有过恶缘 这样的夫妻呢是恩怨相间为前因 他们之间的恩怨亏损会相互给予补偿 所以这样的夫妻在人间叫悲欢离合 所以学佛就懂得这些问题了 你不学佛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像欠他一样 他就这么欺负我 离也离不掉 气也把你气死 这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因果呀 台长跟大家讲 因果决定人的命运 一个人想摆脱命运 首先要知因懂果 学佛人可以改变你的天命 佛法教会人生 忏悔可以唤起你新的生命 所以做人要消除好胜之心 台长教你们要改变命运有几个点 有六点大家要记住 第一点是要消除好胜之心 不要去好胜 斗强 第二要收敛傲慢之气 这个人就会顺利 第三点 凡事随缘 不去强求 第四点 有礼不争 顾情面 你就是有礼 也要让人三分 还有第五点 是和睦相处 宽容待人 第六点 管好自己的身口意 这样的话 你就会不造心业 你一定会应验 万事如意 人学佛 忠孝非常重要 孝顺是我们学佛的根基之一 很多人不孝顺 很多人没有感恩心 很多人不把别人当回事 实际上一个人应该多一点感动和感恩的心 两年前有一个朋友 和他一起吃饭 我是这个朋友告诉我的 和他一起吃饭 突然之间电话铃响了 这个朋友就拿起电话 讲了几句之后 心情非常的沉重 结果放下电话之后 大家就问了 你怎么不开心 没有 我妈妈病很重 她饭也不吃 马上就要回去 回家乡去了 半个月回来之后 人瘦了一圈 然后呢 朋友问见 看见他之后就问 你为什么这么瘦 你妈妈还好吗 他眼泪马上就出来了 他哭着说 没有见到妈妈最后一面 在把妈妈放进棺材的时候 他爸爸拿来一碗清水 里边有棉花 对他说 孩子 你把你妈妈的脚和脸洗一下 他用棉花蘸着水 帮妈妈洗的脸和洗的脚 一边流泪 一边擦 请问我们大家 我们给自己的爸爸和母亲 好好地洗过脚和洗过脸 没有 而父母亲从小就帮我们洗脸洗脚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感恩 要懂得善念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如果没有感恩心 他学不好 他不会有佛心 所以希望所有今天在座的学佛人 我们多一点感恩别人的心 我们就会多一份慈悲之心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 佛陀对人间的痛苦 失去亲人 身体事业 常教导我们说 世间有四件事情不能是永存的 所以佛陀早就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告诉我们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学呀 佛陀说 有常者必无常 你只要觉得这个世间 还有这个世间可以长久的 实际上就是不长久的 世间任何事情都是在变化当中 身体生老病死 山河大地 城住坏空 哪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 第二 富贵者必不久 大家想一想 不管你大富大贵 有一天一定会衰败 而且富不过三代 所以除非你代代 及善及应得 做善事 所以贪心者 你一定是富不久的 第三 会合者 必别离 我们六亲眷属在一起时间长了一定会分离和失散 所以有一句话叫无不破之家 再轻的人也要面临生离死别 所以学博人要懂得这些道理 今天我们欢聚在高雄 开完法会 我们大家就散了 所以要珍惜今天的姻缘 要好好地善待众生 佛陀说的第四点是 强健者必归死 不管你多年轻 多健壮 你再长寿 从出生 你就与死相伴了 被死亡威胁着每一天 所以要在有生之年 我们要解决深厚大事 则生亦安 死亦安 在这里 我们要像比我们走出前一步的各位法师们 因为他们已经注重到生死大事 所以他们在学博路上比我们走得早 在鬼我们做出的更好的榜样 我们也感恩他们 所以学博人要生死无常 在这个世界当中 什么都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台长说 人从一出生就进入了一辆死亡列车 由起点开到终点 到了终点就结束了 如果我们能够由火车转为飞机 那么我们就到达了天上 如果我们继续再转火车 那么我们就是在六道轮回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人要懂得怎么样来调解自己的情绪和情操 现在的社会 人心为民为力根本不为众生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在欧洲有一个记者 对刚刚发生的一架飞机失事 采访一位老妈妈 这位记者说 这位lady 这位大妈 你对飞机失事是怎么看的 结果这个大妈说 飞机失事是正常 不失事那是不正常的 接下来记者又问了 请您说一下 航空公司和红十字会有什么区别啊 老妈妈说 一个要钱 一个要命 接下来这个记者在问他们 那么你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老妈妈说 都不要脸 虽然是一个笑话 在西方流传很久 台长告诉你们 人认识别人容易 认识自己很难 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 所以眼睛总是看着别人的缺点和错误 所以你经常看着别人缺点和错误 你就看不到自己身上的错误和缺点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要想解脱人生的痛苦 信佛多年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还这么痛苦啊 台长告诉你们 请问什么是幸福啊 很多人认为有了名誉 有了钱财 能快乐 有了爱情就能幸福 其实他就懂得享受幸福 台长说 为什么有人有名誉 却会有很多烦恼啊 台长告诉大家 有了爱情你很痛苦 有了钱你会很忧虑 因为金钱和名誉都是一种空洞的理念 那是暂时占有你心灵的一种空洞的理念 所以我们要懂得名誉要归于众生 快乐要奉献给别人 那才有意义 钱财要舍才能真正的得到舍得 帮助众生才是真正的幸福 只要心中长存幸福感 你就一定不会痛苦 学博人的痛苦 那是一阵子 而不学博的人的痛苦 那是一辈子 时间过得很快 台长这一次到台湾演讲是第一次 我再一次感谢各位高僧大德 各位嘉宾和各位尊敬的媒体朋友们和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佛友们和尊敬的台湾相亲父老们 今天台长带来观世音菩萨的祝福 我在来高雄之前我就知道有强台风 祈求观世音菩萨让法会圆满 观世音菩萨帮我们如愿 首先我们再一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在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为了世界和平 为了台湾民众幸福健康 长寿祈福 祈愿仪式现在开始 2012年世界和平奖佛教得主 世界弘法大师卢君弘 为台湾民众及世界众佛友共同祈愿 念诵祈愿书者可得诸佛菩萨加持 请全场起立 共同念诵三起愿 起愿开始 一起愿愿愿诸佛菩萨一切隆天护法 保佑台湾民众和全世界善男信女 身体健康事业顺益平安吉祥 二起愿愿愿 愿用我们真诚的心 祈福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 所有亲人健康快乐长寿 三起愿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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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得福报 请受祈福人各自曝出自己的姓名 请坐下 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祈福法会除了观世音菩萨 还来了四大金刚 还有台湾的妈祖也来了 还有济公活佛 妈祖菩萨说了八个字 台长告诉大家 四海同村 菩萨敬贤 谢谢 谢谢大家 很开心 祝愿大家发起充满